戰爭日記要準備了 沒有電還可以活 沒有水整個城市就崩潰了 我們台北市97.5%的水 是來自同一個淨水場 所以只要一個巡域飛彈打下去 我們台北市大概97.5%就沒有辦法供水 為了這個問題 我們在台北市的公園裡面 挖了72個戰備井 然後還要每個月柴油機跑一遍 確定說這些井是可以用的 我當時還寫一個APP 如果空氣警報一響 按下去你就知道離你最近的防空洞在哪裡 然後我們在台北市大概準備了5000多個防空洞 能站才能夠不會站 即時能站你知道 我們不會主動去挑選 所以簡單的講 台灣民眾黨的國防政策 就是不會站不求站 如果上院的話 是不是在您的領導之下 避免台積電把重要的這個技術向外國輸出 你存在本身就是意義 台積電會出現在台灣一定是有它的客觀條件 第二點 台積電 台灣政府跟美國政府 這三者的利益是不相等的 台積電如果從台灣反擊 是讓它的成分要增加三倍 那以美國的立場 所有的台積電留在台灣 對美國的安全有問題 所以我相信最後一天這麼處理 我問到美國來 其他的還是遵守市場的規則 市場規則最基本 但是我們也同意說 有risk management 有好的政治就是 在各方的勢力當中 去找一個平衡點 對他的國防絕對需要的那一款 到美國來 其他的還是遵守市場規則 會留在台灣 健保問題有什麼看法 我們現在要入建計程 你現在生病 我用很簡單的方法 我幫你治好 我賺不到錢 我要讓你有洗個腎 插個管用個護膝器 最好是加護病房多做兩天 我醫宿越難 你會賺到錢越多 台灣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44條跟第15條 裡面就講得很清楚 他說如果要實施建保 要加一分級轉診 入門計程 這四樣要做 一定要實行加個能力試制度 可以讓他亂看 醫院一定要分出 然後要建立轉診 法律明明就定在那裡 竟然沒有尊准 健保實施超過25年 因為如果不實施 加一分級專人論人技巧 醫院會有沒辦法控制